中东的新强卷 古赛武装的崛起挑衅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10月24日 这里是台海时局观察 我是印鲁 最近沙特阿拉伯、伊朗、土耳其等中东大国 释放出强烈的讯号 支持巴勒斯坦 使中东局势整体气温更加诡决难称 可以说世界格局已经到了改变的边缘 在这个背景下 野门辐射武装更打响了第一枪 对抗世界最强大的美国军事力量 据环球网报道 美国海军的卡尼号驱逐舰 10月19日在鸿海遭遇了野门辐射武装的挥弹和无人机攻击 美国军方宣称 美国军舰至少拦截了八架无人机和三枚巡逸回弹 美国五角大小紧急发声 要求伊朗停止对胡塞武装的援助 而五角大小发言人莱德也表示 胡塞武装的回弹和无人机攻击 是在攻击以色列的过程中被美国军舰拦截了 换句话说 美国军方认为胡塞武装的目标不是他们自己 此外 五角大小也强调 依然没有证据证明 胡塞武装与哈马斯的攻击事件有直接关系 外界都很好奇 为什么美国军队遭到胡塞武装的攻击 却选择配开关系 可能的结论就是 胡塞武装实力强大 美国不愿招惹他们 从战斗力来看 胡塞武装甚至强于中东老白势力 如黎巴嫩真主打 因为在野门内战中 美国虽然曾经向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提供大量资源 但效果甚微 胡塞武装甚至曾击落美国出口给沙特阿拉伯的F-15战型 因此美国在中东局势中不愿与胡塞武装直接动武 从美国的情况来看 他们已将战略重点放在亚太地区而减少了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 如果美国再次在中东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 伊朗主导的抵抗力量必然采取全面行动 美国将难以应付 再者美国非常担心 如果巴以今年4月 中国成功涡旋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的和解 为中东地区带来了和平的曙光 阿以冲突升级 美国将被卷入中东大战 势必会为中国加强地区影响力提供机会 现在美国为了捍卫中东最重要的盟友以色列 再度出动双航母 并否决巴以和平方案 已彻底激怒了中东所有其他国家 失去了中中国家的信任 还引起了不满 相比之下 中国正在和平正义的一方 积极劝和促谈 在中东局势稳定的过程中 更是扮演了不可取代的角色 当美国总统拜登预计在当地时间18日 前往以色列世界各地的目光 都投向这一重要的外交访问 人们渴望看到拜登能够取得积极结果 并期望拜登能够在这个关键时刻 约束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平民的行动 自以色列包围加沙地区以来 许多人可以在网络上目睹令人震惊痛心的画面 看着无辜的巴勒斯坦儿童 成为以色列炮弹的受害者 在这样的情况下 人们对拜登的访问抱有期望 希望他能够对以色列政府 提出强硬的谴责 同时推动人道援助 进入加沙地带 减轻当地居民的痛苦 然而在实际的会谈中 拜登与以色列总理 纳塔·内亚如的呼动 让一些人感到失望 认为拜登在面对以色列领导人时 似乎退缩了 甚至帮以色列开脱 尽管他在会谈中 提到了增加人道物质 进入加沙的希望 但这到底是行李如意的表面文章 还是出自真心的呼吁 人们还是心存疑虑 美国总统拜登访问以色列后 在全国的见识讲话中 明确表示 美国将积极介入巴以冲突 并指出 这不仅关系到以色列的安全 还关乎美国自身的安全 拜登认为 美国的对手正在密切关注冲突的发展 并可能寻找机会测试美国的领导力和价值观 他警告说 如果美国离开乌克兰 或者一气以色列 将对美国的领导地位和盟友关系 带来严重风险 美国在舆论层面上 正积极试图在西方舆论中建立以色列的正面形象 并阻止关于加沙民众伤亡的信息传播 同时美国在军事层面也采取积极行动 派遣多艘军舰前往以色列沿海 以保护以色列的航空系统 免于遭受威胁 与此同时 联合国关于巴以冲突的投票 也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 显示俄罗斯提出的终止屠杀平民的提案 在美国、日本、英国和法国的反对下被拒绝 接着巴西提出的提案 呼吁各方遵守国际法 保护平民和提供基本服务 也同样遭到美国的反对 理由是巴西未提及以色列的自卫权 在巴勒斯坦 有许多失去亲人的人们 可能已经感到绝望 赐复仇为唯一的出路 即使他们明知复仇的过程 必须冒着极大风险 但他们能选择冒险 这证明了他们对生存和正义的渴望 而更有许多国家不认同哈马斯是恐怖组织 并认为以色列的行为应该受到谴责 总之 以色列对加沙实行无差别的攻击 导致加沙平民联合国工作人员和记者 都难以信免 而以色列阻止人道物资进入加沙 并摧毁联合国救援机构的仓库 这更加剧了加沙的人道危机 拜登的以色列之行和联合国投票事件 凸显了国际社会在处理巴以冲突的分歧和挑战 和平解决这一长期争端 依然是个艰巨的挑战 需要各方共同努力 才能减轻无辜人民的苦难 南达 南达